三岁女童惨遭钢筋贯穿脑袋 三十厘米的长度从口腔直插如底 可当医生看完孩子的伤势之后 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父母听闻如此噩耗 犹如慢剑穿心 他们祈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女儿 这天医院大厅里 一群人推着一个孩子慌张地跑了进来 可当医生感到病床前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了当场 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 口中竟有一根长达三十厘米的钢筋 而且已经贯穿头部多个器官 能活着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女孩名叫佳佳 只有三岁的她 在外公外婆的看护下 在田地里玩耍 可此时一位十三四岁的小男孩 骑着摩托三轮车 撞倒了佳佳身旁的电动车 而触碰的一瞬间 一根钢筋就这样插进了佳佳的口腔里 眼看女孩危在旦夕 医生们立马开始对佳佳进行抢救 可由于钢筋的特殊性 养筋面罩根本无法挂上佳佳的头上 医生立马开始对佳佳进行初步检查 用手电筒光 笔划脚心来刺激孩子的神经 可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体温更是达到39度 最后经过各科医生的诊断 他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 来为佳佳做手术 随后医生专门找到父母 并告知他佳佳在手术中的危险 首先是大出血问题 由于钢筋已经深深插在了佳佳的脑子里 主导医生稍微用力不均匀 可能会造成失血过多 孩子的情况会更加危急 第二就是脑中的脑脊髓液可能会喷洒而出 医生的话犹如万箭穿心 一字一句深深地扎在父母的心里 父亲愣在当场已经无法思考了 而母亲抹着眼泪深深对医生举理一功 她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女儿的惨状 自己的精神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此刻佳佳在病床前 还有她的大伯和二姨陪伴在身边 对于这一大家子来说 三岁的佳佳早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掌上明珠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佳佳或许还欢声笑语地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但可惜没有如果 很快母亲在医生的带领下沉重地牵向了手术单 希望与危险并存 医生是他们唯一能够救佳佳的救命稻草 30厘米夺命钢筋从三岁女童贯穿至天灵盖 医生只看了一眼 当场宣判女孩死刑 由于钢筋已经卡在了硬脑膜边缘 医生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安排手术 在各科室的协调安排下 佳佳在众人的护送下被推往到了手术室进行手术 而父母则在门外交集地等待 双手也不自觉地紧握 他们眼里只有对女儿的担忧 可医生刚准备开始手术时 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麻烦 由于钢筋占据了麻醉插管的通道 手术无法正常进行 好在医生经过侯敬的引导成功麻醉 这还只是手术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们还要迎来新的挑战 由于钢筋插入的脑部位置深 主导医生无法通过影像资料来判断 钢筋是弯曲还是直的 一旦钢筋是弯的 贸然拔出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情况 而医生只能通过内镜慢慢摸索 可由于佳佳鼻腔空间太小 再加上钢筋插入进去之后 已经挤压了其他的细胞组织 医生依然无法探查到钢筋的顶端 这时医生发现 佳佳体内的钢筋柄端是弯曲的 如果没有判断好钢筋弯曲的方向 那么在拔出的过程中 钢筋必然会对佳佳产生第二次伤害 这是医生们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而预判钢筋弯曲的方向 则将会是这场手术最大的难题 就当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时 主刀医生张杰主任站了出来 他决定自己亲自拔出这枚元凶 随后张杰主任握住钢筋的尾部 慢慢移动着整个钢筋的位置 在场的所有人摒弃宁神 甚至都不敢大口喘气 他们死死盯着张杰主任的手术动作 好在张杰主任判断正确 这条危害家家生命的元凶 终于显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可医护人员还没来得及高兴 更大的风险还在后面 来给我一个那个纱布 还行 还行 医生立马开始检查家家脑部 在拔出钢筋时 周围有无损伤的情况 可他们最不愿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颅顶那块呢 还是有相当的一些血性的分泌物出来 与此同时 门外的父母还不清楚 女儿已经站在了生死的悬崖边 他们只能在门外祈祷着上天 希望幸运女神能够降临 在他们这个不幸的家庭里 对于整个大家庭来说 家家就是他们最后的情感寄托 父母无法想象没有女儿的日子 该有多么难过伤心 那么手术室里的家家 能否挺过这次难关呢 30厘米钢筋贯穿女孩头部 生命垂危之际却没有一家医院敢愿意接收 最终父母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了北军儿童医院 在手术室里 张杰主任刚刚把这条30厘米的钢筋拔了出来 又经过一系列的包扎之后 小家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父母还没来得及高兴 医生就告诉他们 更大的危险还潜伏在家家身边 随后小家家被医生推往到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这一路上父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女儿 此刻的父母或许没有想到 后面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他们哭到刻骨铭心 术后第三天 父母只获得了两分钟的探望 他们眼神始终没有离开女儿 怎么看也看不够 走出重症监护室后 母亲瘫坐在地上 眼睛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来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着女儿回家 可就在此时 家家隔壁的十岁小女孩突然病危 医生们立马对她实施抢救 半个小时过去 三十分钟的心脏复苏 依然无法改变她的命运 小女孩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门外家家的父母更加惶恐不安 他们生怕下一个去世的人 是自己的孩子 可没过几天 父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小家家突然浑身抽搐 这意味着 家家很有可能患上脑膜炎 医生立马为家家安排做 气管切除手术 此时的父母来不及思考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相信医生 相信家家 看着女儿再一次被推进手术室 夫妻二人再次崩溃大哭 女儿所承受的磨难 让他们无法呼吸 一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之后 家家再次被推到了重症监护室观察 术后第13天 小家家依然没有醒过来 病情的严重性扑朔迷离 终于在束缚的第20天 小家家已经苏醒了过来 生命体征也慢慢好转了起来 父母心里的那块石头 也终于落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